现今的社会,无论读书或者工作 你都会经常对着电脑 无论电脑真的很不方便 所有的资料都在那里 变成你长期用电脑 如果你用得不适当 你会令自己身心疲累 因为已经跟大家讲过一个视频 坐得久,你对身体有很多疾病会发生 所以选中要起身 而电脑因为有那个螢光幕会伤眼 而且它有辐射,也会对于长期这样影响健康 所以我们要有些准备 令到我们在这个长期对着电脑的情况之下 都得到一个好一点的保健 有10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一定要注意你的休息 因为你长时间对着电脑 如果你休息的时候,你还是玩电脑玩游戏 看着那些手机或者iPad 你的眼睛没得休息 你的脑部没休息,还要手握住它 你整体是更加会过劳的 所以休息的时间,真的不要再触碰这些电脑 或者是电子的用品 第二,当你在上班的时候 或者你读书的时候要长期对着电脑的时候 每45分钟 最多一个小时之内,你一定要起床 不可以像我们说磨爛痴,坐着不动 因为这样也会带出身体很多的隐忧疾病 我也上传过这个视频的 那我们每45分钟至1小时之内 一定要起床最少1分钟 在这1分钟里面,你动身动势 做伸展动,动头动脚 那你就会令到你这个情况又会改善 是好很多的 所以1小时里面,1分钟不是很长的时间 这个一定要记住 试试,起下身,不要坐在这里 去洗手间也好,喝水也好 1分钟动身,就可以改善的了 第三,当你去上班或者你上学 一定要吃一个充足的份量的早餐 很多朋友睡到最后一分钟 赶搭车,赶上班 就不会吃任何的东西 就去胸肚就去上阵的了 那你想想,早上的时候 你是要用脑的嘛 脑是需要淀粉质 去给它一个的能量的 那如果你的脑是空白 没有能量的 那你怎样能够去 应对你整个上午的 这么多的工作的情况呢 你就会很累很累了 所以一个好的早餐 是给你足够能量 应付一个早上的工作 还有你的上货所要的专注力的 第四点呢 你就是那个座椅 如果工作的话呢 你的座椅要适度的高度 不可以太矮 那你屈住啦 太高你又吊着脚 所以你的座椅高度一定要适当你自己个人的高度配合了 那你坐的时候呢 你的背部应该靠近你的椅背 如果是有空档位呢 你就要买一些 椅背的靠背来 放在那里 如果你是空开的 有个位置呢 你会令到你腰酸背痛的 因为你经常都撑着腰骨在这里嘛 所以坐的位置一定要舒适 还有呢很多朋友有个打字的键盘呢 就是在旁边的 打字的时候呢 伸着手过去 长期是这样呢 日子有功 你会把你那个位置的 手向左或者向右 那里呢 长期的伸展呢 会令到你的肌肉是绑紧 是会影响你的身体的机能酸痛的 所以呢 最好 把你打字的键盘呢 放在中间 那就不会影响你身体的肌肉了 而且当你坐的时候呢 有很多朋友呢 他喜欢翹脚的 当你翹着脚的时候呢 你是会压着那个脚 那个血液循环就不是那么好的了 所以最好在工作上的时候 你怎样呢 不要翹脚 兼且买一个脚展 有些脚展可以前后动 你可以就着你自己的 脚和地面想离开的位置 能够有一个 很好的支撑 不会吊起脚或者屈住脚 大家都会有吃下午的嘛 很多朋友呢 工作买了上来 拿着汉堡包一路对着电脑一路吃 千万不要这样做 休息的时间 你真是要远离你的工作崗位 因为呢 你对着工作崗位 你又对着电脑又有幅射 你对着他自然的眼睛看着 你的精神就会花了一部分去 看你的资料 你吃东西是要消化的嘛 这样长久下去呢 就会影响你的消化系统 影响你的长违不息的了 那很多时候有些朋友呢 哎呀 真是顶不顺眼 就太累了 就趴在桌子 对着 电脑睡觉 这个呢 有时五岁是好 可以补充你的体力 但是你这样的头是对着电脑 而且你没关系的话呢 你这样是很伤你的 精神的 因为那个姿势 趴在这里 已经对于这个颈 你的肩膀 不好 而且呢 幅射对着头 是很伤的 那怎样才可以得到适当的休息呢 去你的工作间 那些 有时有些 梳化 什么呢 你可以坐在那里 那个头向后 有个支撑 微微闭目养神 就可以得到你适当的五岁的时间了 那有些做做下真的很累 我们就说 做到这样的 你就要站起身 将你的眼望向远处 看看那些绿色的 放松一下 你的专注力 绿色可以让一下眼 其实如果在香港的石市森林 你很难看到完全有绿色的植物的 所以很多朋友可以 在你那个桌上 放一个绿色的盆栽 偶然看它 你会觉得有一个很舒适的感觉 绿色是让眼的 所以 可以在那段时间 能够令你眼睛 消除小虚的疲劳的 每天回到家 不要顾着看电视 或者做其他的 玩游戏 各样的 你要将眼睛 休息 兼且每天都要坚持 做眼部的运动 眼部的运动 我曾经 介绍过 除了做运动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它能够有 血气运行 所以你可以将你的眼外围的地方 轻轻地按摩一下 并且你临睡之前 最好做一个热敷 热敷 我曾经说过 用热敷可以 可以治好你的肝眼症 你长期对着电脑 你的眼眨眼都会少了 少了的时候 你的滋润眼的水分 就会少了 你的眼一定会有 不少不少的肝 如果你晚上用热毛巾 去敷你的眼 是令到眼可以减少 你的肝眼的不息 同时增加血气的循环 对眼很好的 现时有些眼颈泡 或者是一些药房 都会有一些肤眼的热敷 这些是蓝蓝色的 Gel 它放入微波炉丁某个时间 然后放在眼上 后面一条橡筋 你固住 就会令到你的眼睛很舒服 如果有机会 买一个这些